秦始皇死后 天下大乱 刘邦项羽紧率两万兵马 就轻而易举地攻破了咸阳城 但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秦军主力从头到尾 都没有在这段历史中出现过 仿佛凭空消失了一样 那么曾经令六国文风丧胆的百万雄师 到底去了哪里呢 根据史料记载 有六十万秦军被派去守匈奴 四十万在守南中国 他们身上都有将领 即使他日国家有难他们 都不得班师回朝 因为他们都曾受过一位老人的嘱托 说秦国可以灭 但华夏族群不能灭 而说这句话的那位老人 就是秦始皇本人 因为在秦始皇横扫六国统一天下后 曾派王俭帅四十万大军 去收复南中国 可一晃几年过去了 王俭却迟迟没有班师回朝 这令秦始皇很是担忧 于是决定亲自来到海南视察 王俭却告诉秦始皇 说他已成功拿下了海南和广东广西等地 也掌控了整个南中国 但这里的少数民族实在是太多了 他们各自都有着自己的语言 一旦我们大秦的军队一撤 因此这四十万大军不但不能撤离 陛下还要再派一百万老秦人 前来与他们通婚 方可确保此地永远归属华夏 这一刻秦始皇哭了 因为秦国百万雄师 全都被派去了守边境 国内本来就已空虚 现还要派出一百万秦人 到南中国与本地民族通婚 这一决策也深深刺痛了 这位伟大帝王那颗强大的内心 最终秦始皇还是含泪采纳了王俭的建议 在秦始皇准备离开时 王俭却忧心忡忡地向秦始皇提问道 如今秦国百万雄师 有六十万在驻守匈奴 四十万在镇守南中国 国内早已兵力空虚 如若将来秦国有难 臣当如何 秦始皇目光如炬地对王俭说道 如若他日秦国真的有难 你不得班式秦王 我嬴氏可以灭 秦国也可以灭 但华夏族群不能灭 为了整个华夏 牺牲我一个秦国又算什么 随着刘邦战胜项羽 建立了大汉王朝后 汉武帝就给南越国的国王 也就是王俭的旧部诏陀 下达了一封诏书 说我可以封你为南越王 但你必须承认我大汉政权 必须得让我的大汉王朝 来统治这个地方 你知道南越王是怎么回答的吗 南越王说 我曾受过一位老人的嘱托 说秦国可以灭 但华夏族群不能灭 为了整个华夏族群 我不跟你打了 我也不当什么南越王 我想你啊 从此整个南中国 再次纳入到了华夏的版图上 而他嘴里说的那位老人 就是秦始皇本人 所以秦始皇乃天下第一民族英雄 如果没有秦始皇 就没有中国如今的版图 所以秦始皇是华夏民族英雄 并非人们口中的暴君